亚历克斯很喜欢大家一起这个项目的想法 他已经当我们社区的参与者 但是有一个小问题 原来亚历克斯朋友很少 再说他完全不知道怎么邀请参与者 幸而在我们项目有业务自动化系统 让您没有个人邀请而获得新合作伙伴 每天我们的网站是由世界各地的成千上万人访问的 许多人从公开来源知道项目信息 并没有其他参与者的个人邀请注册在网站 这种注册自动分配在激活业务自动化服务参与者之间 该服务参与者可以激活一个月的时期 亚历克斯已经激活7月时期的业务自动化 保留为自己的一个地方 在亚历克斯之后 还有克里斯蒂娜和马克也激活该服务 保留相应5和10个地方 因此在7月之内 业务自动化服务会自动分配 没有个人邀请注册的新参与者 在亚历克斯、马克和克里斯蒂娜的地方之间 7月到了 手自由注册已经进入系统分配 在业务自动化参与者之间 为了公平的分配 并业务自动化参与者 没有愿望用虚构注册加快工作 每一个新的周期对列中的所有地方 随机顺序洗牌 业务自动化一分钟都不会停止工作 并整月之内将分配自由注册地方 在亚历克斯、马克和克里斯蒂娜之间 7月结束了 可以总结一下 亚历克斯激活一个地方 在业务自动化系统到月底 收到了100个新伙伴 克里斯蒂娜激活5个地方 并收到了500个新的伙伴 马克一下子激活10个地方 收到了1000个新伙伴 这个比亚历克斯的新伙伴多10倍 只要给新的合作伙伴训练 大家一起项目的工作特点 伙伴结构快速增长 不会需要很长时间 想没有个人邀请获得新的合作伙伴 只要激活 业务自动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